com.4 背景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呢 要跟大家說說 有一段時間以前發生的事 那時候我在GTA玩幾乎剛剛是沒多久 買了一個貨然後這次是要用FH1獵殺者 是APA 7直升機 這是我第一次開到這個FH1獵殺者 現在我還在他前面拍個照 很帥嗎 之前就蠻期待說GTA5可以重新出這台 終於有了 開著完全沒有開過的直升機出發 他有給追蹤室跟多管室兩種飛彈 然後可以投炸彈 我想這個已經出很久了 現在應該都知道他有什麼功能了吧 我就很安心的去炸干擾器 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稍微快轉一下 從晚上炸到天剛亮 正準備要瞄準下一個干擾器的時候 地圖上出現了一台 LF-22星晶戰鬥機 我想說他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危險 因為那台 那台我在任務中用到都是頭彈用的 結果沒想到他居然來了 第一波導彈我被擊中一發 然後 絕對要跟他拚了 這台直升機意外還蠻堅固的 然後 如果常常再開應該就知道 直升機是有辦法多導彈的 不是每一台都可以 只要有一定的機動能力的直升機就可以 既然對方沒有雷射炮 就來導彈的對決吧 對方戰鬥機十分讓人緊張啊 對方戰鬥機十分讓人緊張啊 走下去事後再看一遍 哇 又吃了一發 引擎燒起來了 不過 相比之下 他只要中任何一發他就完了 我還有機會 是用 導彈雨啊 大量的導彈去跟他拚 有 掌握 看誰先吃我 哇啊啊又來了 好險好險 喔 又中一發 又中一發 已經中四發了 還行 居然還撐得住 這排直升機有點強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任務的關係 實際上我們沒有買這台來測試過他的防閘 或是窮鬼 中了 在擊倒他的同時我的直升機也故障了 很可惜啊 沒有能完成存活線啊 我還是一場精彩的決鬥 竟然翻出來了就放下來給大家看一看分享分享 那我們這個小短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場戰鬥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